她在姑姑家的公司里工作 本有大好前途却屡屡犯错 她的职位接连降级 对姑姑姑父心生怨恨 冒出一个邪念 姑姑面积亲情一直保护她 她为何要不顾一切 恩将仇报 恩将仇报的侄子 即将夺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7年一个深秋的早上 在南方某知名企业的董事长办公室里 传来一阵咆哮 何小军你给我滚 要不是你孤篮着 我早就把你送进监狱了 你怎么还不长记性 话音未落 只见一男子亮亮腔腔地从办公室里跑出来 这何小军是谁 他犯了什么事 董事长竟要把他送进监狱 要说这何小军也不是外人 是董事长爱人何力的亲侄子 大学毕业时 正赶上姑姑何力和姑父朱镇达下海创业 而何小军呢 那段时间又求职受挫 不干预成天待在家无所事事 便去给姑姑何力帮忙 在何力的精心教导下 这何小军竟成了一名出色的销售 在一个月内便将几十种面料烂熟于心 跟客户沟通时直接信手拈来侃侃而谈 还总能说到客户的心坎里去 客户们都爱听何小军讲解 还都买他的账 所以他的业绩可谓是连连攀升 年终总结会上 何小军像是一匹黑马 拿下了当年的销售冠军 而这让姑父朱镇达也是眼前一亮 觉得这孩子有前途 又是自家人 便带他去接触更多的业务线 而那个时候的何小军 可谓是满身干劲 天天泡在企业里 不懂就问 半年后又拿下了 生产和采购这两个部门 2011年 姑姑何力怀孕生子 而姑父朱镇达去北京 参加了一个MBA的培训班 启程之前 他将刚满30岁的何小军 火速提拔为朝务副总 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小军啊 我在外学习期间 企业就都交给你了 等我学成归来 定要将他变个样 就这样 年轻的何小军 变成了这家企业的掌门人 何小军在公司尽心尽力 姑姑何力也没亏待他 一直为他张罗着对象 2013年年底 在何力的操办下 何小军与当地的一个 事业单位的姑娘 举行了盛大婚礼 按理说何小军刚刚成家 在事业上还需要再接再厉 大战 可这一切却在两年之后 来了个180度的大逆转 何小军不仅连遭降级 甚至要被开除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辜负朱振达 其实早就感到了自己的企业 进入了平静期 也曾经试着扩大经营范围 可生产效益 一直没能达到他的预期 为了寻求突破 他把公司交给了何小军 自己去读了MBA 2015年7月 朱振达学成归来 将他的改革方案 在公司的例会上合盘托出 说要在公司内部 引进目前最先进的管理技术 建立整个企业的办公自动化系统 让管理流程化 并且便于追责 当天的互动 并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因为大家伙还都没明白过来 董事长朱振达 这是要干什么呢 但就在这个制度 推行了一个月之后 公司里有些元老 就开始吃不消了 他们聚集在一起 找到何小军 想通过他去给朱振达提意见 其实早在姑姑家吃饭时 听姑父说起这一系列改革 何小军就比较反感 他在这期间 还不止一次地找到姑姑诉过苦 什么凡事要立项审批走流程 要签字负责留痕迹 我们之前什么都没有 企业不是运转得挺好吗 现在让这些流程制度 束缚着手脚还怎么干 听到他抱怨 何立也不着急 反而安慰他说 小军 你姑父的这个改革方案 开始会让人觉得很繁琐 但是国内很多大企业都在用 据说还是成功的 咱们不妨先试试看 听到姑姑这么说 何小军心存不满 但顾及亲戚关系也不好再反驳什么 可他却在暗中鼓动老员工造反 一段时间下来 朱振达也意识到了 自己的改革在整个企业推行得很不顺 以前那个无条件服从的何小军 也不复存在了 而让他感到别扭的是 那些公司的元老 有事没事总围绕着何小军这个副总转 感受到这一切 朱振达坐不住了 为了改革 也为了遏制住何小军 朱振达高薪聘请了他的侄子朱亮 来到公司担任要职 朱亮是个高材生 他不仅有名牌大学 管理学硕士的文凭 又在一线城市的著名外企 做了多年的高官 理论和经验都很丰富 军心里十分清楚 朱亮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于是内心不平衡的何小军 开始在暗中搞鬼 在一次展销会上 朱亮发现 有款何小军负责的产品 自家企业生产的成本价 竟然比竞争对手的卖价还要高 这太不正常了 同样是行业内的老企业 价格净差得如此悬殊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朱亮立刻把这一情况 汇报给朱振达 而朱振达暗中一查 发现原来是何小军 擅自更换了原材料供应商 新厂家的报价 比原来的价格高了百分之六十 中间一定有回扣 朱振达气坏了 决定彻查此事 得知姑父这回要动真格了 何小军害怕 急忙跑到姑姑家 恶人先告状 过 最近我姑父为了改革 想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赶走 这何力一听 就疯疯活活地赶到公司 闯进了丈夫的办公室 大声嚷道 朱振达 你想干什么 接着何力一股脑的 就把这段时间 在家里接待的那些元老 向他诉的苦 都倒了出来 并指责丈夫六亲不认 竟然自己的亲侄子何小军有问题 刚好朱振达在何力进来之前 拿到了何小军吃回扣的证据 现在就一张一张地展示给他看 何力一看才恍然大悟 回到家 他立马把何小军叫来 严厉地批评立顿 等气消了 何力语重心长地说道 小军啊 以后家里要是缺钱 跟姑说一声 千万不要再干这种事 这次念你是出饭 我保了你 下次你要是再被人查出这种事 我都没脸见人了 姑姑的话 还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何小军的确收敛了很多 公司的改革也顺畅起来 何小军妒忌朱亮的才能 在背后搞鬼 辜负朱镇达给了何小军降级的处分 何小军斗志求 经常跟那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 竟然激出了赌博 何小军欠下高额赌债 挪用公司的货款 姑姑和立志道后 再次原谅了何小军 结果却把自己和丈夫送上了赌博归路 经过抢作 两死一伤 均为一氧化碳中毒 警方经过勘查 排除了汽车的排气泄露 导致何小军的姑姑姑父身亡 那车内的一氧化碳 是从哪里进来的呢 恩将仇报的职子 法律讲堂正在不服 很快 公司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销售淡几 但是朱亮在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后 决定主动出击 充分利用互联网 主打公司周年庆 线上线下齐发力 开展了一波接一波的促销活动 使得销售额不降反升 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企业赚钱了 给大家发的奖金就多了 公司里越来越多的人觉得 朱亮是个难得的人才 而朱亮的呼声越高 何小军就越感到危机重重 他一心想阻止朱亮的这种势头 却万没想到他的拙劣做法 竟让自己多年来在公司树立的威望 轰然倒塌 原来何小军趁着销量大涨 故意使坏 利用自己负责发货的权利 故意晚发少发发错促销赠品 这样一来客户的投诉量就不断增多 客服部对于朱亮的营销策略怨声载道 可很快朱亮就查出来 这是何小军在倒的鬼 便直接汇报给了朱镇达 刚巧何力也在 便一起听了汇报 何力听后非常生气 感觉很没面子 所以当朱镇达在这次年终促销会总结上 提出提拔租量为副总 给何小军降级处分时 何力也投了赞成票 得知这样的结果 何小军心良了 自己辛辛苦苦为企业工作了这么多年 就因为这点事直接被降级了 而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 刚来不久的租量 竟然被提拔为副总 何小军的委屈 回想起之前有人跟他说 就是他傻 说他也不过就是这个企业里的一个高级打工仔 白白忙碌了半天 到头来什么都不是 现在看来真是被他们说对了 说降级就降级 说不定哪天直接让你卷铺盖角走人了 想到这儿何小军斗志全无 反正在公司管的事情少了 每天上班都是熬时间 下班之后呢 便经常去呼朋唤友 吃吃喝喝 没过多久 何力回到公司继续上班了 他看着何小军整天在公司里混日子非常痛心 于是他找何小军谈心 希望何小军振作起来 可何小军很固执 依然我行我素 就在何力发愁的时候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说何小军被警察抓走了 何力二话不说 赶紧赶到派出所 原来这段时间 何小军经常跟那帮呼朋狗友混在一起 竟然接触了赌博 而这次呢 正逢公安的抓赌行动 被逮了个正招 对他参与的赌博行为 处以拘留五日的行政处罚 等他出来后 何力念及估值勤奋 说服了董事会 没有将其开除 而是被降为普通员工 有了这次教训 何小军老实多了 可赌博成瘾 风头过去之后 何小军又被人带进了赌场 并很快欠下了高额赌债 那些赌债可都是高利贷 不还就与一帮人成天跟着 为了还债 何小军不仅变卖了轿车 还截留了公司十五万元的货款 可只包不住火 很快何小军挪用货款的事 被朱振达知道了 这不第二天一早 朱振达就将何小军叫到办公室 一顿大骂 发生了节目开头的一步 何力知道后 也想一狠心不管这个侄子了 可想想何小军现在不仅输了个精光 闹得媳妇要跟她离婚 丈夫朱振达又要把她送进监狱 如果自己再不出手 到时候怎么跟娘家人交代 想到这儿 何力的心软了 他找到何小军说 小军 这么着 你先去车间干一段时间 等风头过后 我再调你回来 但你一定要痛改前非 不准再赌了 随后 何力出钱帮何小军 补上了公司的货款 何小军过了一段消停日子 可在他的心里 还是觉得他是公司的功臣 姑姑姑父养着他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姑姑何力不忍心 让何小军在车间里工作 于是把何小军调回来 给自己做司机 可没过多久 又出了件大事 2018年某个冬日的午后 朱亮在公司里忙着批阅文件 突然接到何小军的电话 朱亮微微皱眉 心想 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 便顺手将电话接起 只听见那端一个虚弱的声音说道 快 快叫救护车 我们在都江口高速收费站 姑姑姑父 快不行了 朱亮一听事情紧急 放下电话就赶紧拨打了120 自己也迅速赶往现场 朱亮到达现场后 发现一辆车门大厂四开的轿车 何小军摊坐在车头的位置已经昏迷 而后座上的一对男女早已脸色泛青 这时救护车赶到 朱亮与救护人员们一起将这三人送往医院 经过抢救 两死一伤 把他中毒 可令人不解的是 三个人同在一个密闭空间 后座的一男一女早已没了生命迹象 而何小军却只是轻度昏迷 了解到这一情况 朱亮敏感地察觉到 这根本就不是一起简单的中毒事件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于是他果断报警 很快 警方来到了事发地点进行了现场勘验 这是一辆里程数只有三万公里的高档轿车 该车底部的管路密封良好 可以基本排除由于排气管泄漏 导致的氧氧化碳进入车内 造成车内事故的可能性 引起车内人员中毒的氧氧化碳 是从哪里进来的呢 警察在查看监控录像时 竟有了重大突破 司机从渡江轮渡驶出 直至高速服务站这一段 其开车的过程中竟然戴着氧气面罩 原来是何小军被朋友挤兑 对姑姑姑父心生怨恨 冒出一个邪恶的念头 何小军表面上变得乖了许多 按时上下班 但晚上回到家 他就上网查询毒药的合成方法 何小军已故意杀人罪被逮捕 与此同时检察院接到举报 何小军还涉嫌挪用资金罪和受贿罪 那这两个罪名还用意义揪吗 恩将仇报的侄子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由于何小军中毒不深 经过抢救 苏醒了 在征得医生同意后 警方对他进行了询问 他说 当天下午 他开车载着姑姑和姑父 从临时返回公司 在开到渡江口高速服务区时 他出现了头昏眼花的症状 之后 他通过后视镜 看到姑姑姑父 竟然已经昏迷 于是他马上停车 将车门敞开 在自己即将昏迷之前 他觉得只有朱亮能赶到现场来救他们 于是拨通了朱亮的电话 警方在查看行车记录仪时 发现只有去的记录 没有回来的记录 应该是被人提前关掉 而在查看该车当天的 行驶路线上的监控录像时 竟有了重大突破 原来司机从渡江轮渡驶出 直至高速服务站这段 其开车的过程中 竟然戴着氧气面罩 他在到达高速服务站之前 还曾下了一次车 警方在他下车的地点 查到了一个被抛弃的气瓶 经鉴定 该气瓶中果然装的是一氧化碳 这时对何小军的住处进行搜查的 另一对警方也传来了消息 在何小军的家运电脑上 发现他曾多次在搜索引擎上查询 河豚毒素 老鼠药 迷药的用法 两天前还刚刚在网上购买了一瓶四升装的 高浓度一氧化碳气瓶 以及氧气面罩等物品 并曾经查询过 在四平米的密闭空间内 一氧化碳多少浓度能致人死亡等信息 因此警方推断 何小军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掌握了这些证据 警方再次向何小军进行询问 何小军面对警方提出的质疑 变得哑口无言 最后他竟然大哭起来 而且一边哭 一边还抽着自己的耳光 我不是人 是我害死了他们 是我害死了我姑姑 我的恩人呢 在何小军情绪稳定后 讲述了事情的整个缘由 原来这何小军当了司机后 也不服从管理 上着班还喝酒 结果被何力发现 着急出门用车的何力 劈头盖脸骂了他一顿 说如果他再不遵守规矩 就立马收拾东西走人 这可是姑姑第一次撵他呀 何小军愤懑不已 于是他下班后 就又去呼唤那些酒肉朋友 在酒桌上 他们挤对何小军说 你就是傻 之前你姑不也一直在利用你吗 你还心甘情愿地 为他们当牛做马 现在好了 有比你更给力的了 所以才羡慕杀驴呀 你现在对他们 是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了 这话让何小军对姑姑姑父的怨恨 升至极点 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接下来的日子里 何小军安分了许多 何力以为这次他真的改邪归正了 其实何小军白天按时上班 晚上回到家就上网搜索毒药的合成方法 但实验了几次都不成功 结果一个意外的发现 让何小军走上了一条归路 不久 机会就来了 姑姑和姑父要去临时谈生意 何力便让何小军开车同去 借机再跟他们好好谈谈 在去的路上 何力苦口婆心地说了一路 而何小军呢 嘴上应付 心里却一直不服 在回来的路上 何小军将车开到了渡江气轮上后 发现何力和朱振达 在后排座椅上已经睡着了 便悄悄将阴氧化碳气瓶 从后备箱里拿到了前排座椅上 打开 之后紧闭车门 十多分钟后 何小军才坐回车里 戴上氧气面罩 继续驾驶 但是他并没注意到 自己戴着面罩的样子 已经被高速路上的监控拍到了 因为同在密理空间 即使何小军戴着氧气面罩 也吸进去了一定量的 一氧化碳气体 强烈的头晕 让何小军支撑不住了 才在附近的高速路服务区 给朱亮拨打了求救电话 至此 案件真相大白 何小军故意杀人 被批准逮捕 在准备移送检察院 证查起诉时 公安局又接到了举报材料 发现何小军还另外涉嫌挪用资金罪 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可有人说 何小军罪大恶极 应该会判处死刑 还有必要去追查 剩下的两个罪名吗 但我国的刑事审判 都是先定罪后量刑 当然要先确定 何小军究竟犯了多少罪 再在量刑时进行综合判断 受罪并罚后 确定他实际执行的刑法 这就引出了本期节目的法律点 数罪并罚 数罪并罚是指 犯两个以上罪行的人 就其所犯的各罪 分别定罪量刑 按照一定的原则 在判决宣告执行的刑法 根据我国刑法第69条 判决宣告前 一个人犯数罪的 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以外 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 数罪中最高刑期以上 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 而如果遇到了被判处死刑 或者无期徒刑时 就应当运用 数罪并罚的吸收原则了 我们来看本案 法院经过审理 认为何小军预谋杀害 其姑姑姑父 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另外 法院根据在案的证据 认为何小军 截留公司货款 去为自己还赌债的行为 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72条 属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挪用单位资金进行非法活动 构成挪用资金罪 判处有期徒刑5年 而何小军在主管采购期间 收受其他企业的回扣 已经触犯了我国刑法第163条 第二款的规定 属于公司企业 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在经济往来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违反国家的规定 收受各种民意的回扣 手续费归个人所有 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以上 被告人何小军 涉嫌三个罪名 分别是故意杀人罪 挪用资金罪 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并分别被判处 死刑立即执行 有期徒刑5年 和有期徒刑3年 因为何小军的故意杀人罪 已经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 那么根据数罪并法的 吸收原则 这个死刑立即执行 已经把后面两个 有期徒刑给吸收了 因此 数罪并法后 决定对何小军执行 死刑立即执行 可问题又来了 这何小军收受回扣 和截留公司货款的行为 军已构成了犯罪 可为什么当时 没有被追究呢 因为这可是一个家族企业 当时掌管这个企业的 就是他的姑姑和姑父 而姑姑合力 顾年亲情 一直保护着何小军 所以才有了何小军 收受回扣 被姑父朱镇达查证属实 却被姑姑合力保护了下来 何小军截留公司货款 朱镇达要把他送进监狱 却又被何力按下 并替他补上了公司货款 但当何小军恩将仇报 将姑姑和姑父害死 后来掌管企业的株量 就没那么客气了 他将何小军这些年来 在企业里的所作所为 全部整理成了一份报案材料 一并交给了办案警官 观众朋友们 在本案中 何小军有一个 一再包容他的姑姑 可他在工作上受挫后 却固步自封 甚至不惜损害公司利益 进行职场争斗 事情外露后 他不去反思自己的错误 却自甘堕落 赌博成瘾 在社会上不良人员的影响下 又陷入自私和偏执的漩涡 最终恩将仇报 将自己送上不归路 好 感谢您收看 本期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 更多的法律资讯 请关注我们栏目的公众号 下期见 此段定丈夫有事隐瞒 决定要请熟人帮忙调查 给他手机号码 他就能调出来微信聊天记录 妻子请黑客 是否能查出事情真相 本来是查丈夫 最后又准会变成被丈夫调查 被黑客黑了的妻子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